好了,各位同學,還有一件事,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你進來之後,麻煩你打回全名 因為我要將你的全名記錄在外 證明你有上過這個課程的 記得進來之後,在聊天室打回你的全名 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沒什麼所謂 我放一些音樂給你聽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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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還有兩位同學未到 I knew I was under water I just didn't realize I was this under water 好 差不多好像離齊了 我們可以開始 開始的時候大家可以先看看聊天室 我把這個聊天室放回去等一會 我見你離齊了 我們開始 因為很感謝你在暴風雨之下來到這個課程 好 聊天室來講幾句話 大家在聊天室那裡 第一件事就是我要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我應該先介紹一下自己 先介紹一下自己 第二件事 我要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跟這個打工有關係 當然跟保安有關係 第三 我們就先講一下課程 這個課程是怎樣的 以及講一下一些簡單的test 在你最後的課程 或者是最後的課程 我們會有一個test 大概一小時左右 我等一下會再講 跟著我們要講的就是 今晚要講這兩個題目 我們有兩個題目要講一講 OK 大概這樣 我們就在7點半開始 方便你都放了公開吃點飯後 準備上課程 還有這個是想拍攝的 所以你不需要親自來到學校 那裡這麼遠 那我們大概就會在8點半 拿一個休息 另外我們就在9點半 會停一停的 就是每次我們上兩個小時 OK 我們開始講一下 你這裡好像放不到白板出來 所以有些問題 OK 我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白板在這裡 先等一下 你的白板呢 就 等一下 你的白板 快點分量一下 我們試一下看做不做 因為學校的白板好像 就不太容易做到 有 OK 好 大家先看這個白板 為什麼白板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我寫的東西 你可以清楚一點 OK 好 第一件事就是介紹我自己 介紹我自己 首先 你可以叫我做Peter Peter Peter 因為我用老鼠仔寫 所以不太好 我這樣對你出現 OK Peter 習慣了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找我 關於這個課程裡面的東西 Peter 習慣了 你雖然看我養了很多學生 其實我用了很多 美元發財 實際上我是1978年入行 信不信由你 保養得好 我做保養維修比較多 1978年入行 真正是揹飛的時候 開始做設計 就是大概1985年 在英國做一個顧問工程師 建設的顧問工程師 但是我做的工作 就是後期進入了英國的公務局 那裡做的 我做的事情就比較敏感 那我就不方便在這裡說 主要來說 我做的工作 都是做一些政府的工作 比較多一些 日後的機會 我們在適當的地方 就跟你說說 那就挺有趣實際上 我見過很多保安上的問題 之類的 那接著我做了很多年 做到大概去年就退休了 去年2023年就退休了 退休之後 我主力集中在學校教一些課程 其實我在1992年 回到香港的時候 1985年 1985年 我已經做了1992年的時候 回到香港 那我已經開始教書了 日後工作 晚上教書 兼職 日後就是做一些工程的任務 包括做一些保安工程 那晚上我多數就是在這個 學校教書 或者生產力推進局 或者是在理工學院 以及在香港大學 以及浸會大學 以及其他的酒店業聯盟 我都教過一些夜校課程 那主要教工程的 比較多 那 和保安最相關的 就是我在馬力院做過 待會我會講一下 馬力院做就負責一隊保安隊 保安隊就比較年紀大一些 做了三年 另外我就是做了一間大公司 全世界三大的一個數據中心公司 一個亞太區的保安工程的一個聯絡員 負責整個亞太區的保安工程的部分 包括了他們公司裡面有美國 有歐洲 美國唯一區 美國五大 第二個歐洲 整個歐洲 還有這個亞太區 亞太區包括了澳洲 東去到印度 西去到澳洲 北去到北京上海 下面去到泰國、越南、新加坡 包括香港、日本 這大概是我過去的歷史 主要工程集中在機電的部分 電力和機器 我做過政府工 也做過私人工 大部分時間 我都在私人工作裡做比較多 這大概就是我過往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先拆掉它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隨時解錄自己 把聲音說出來 否則你最好解錄自己 因為你吃東西的聲音 或者說話喝水 好像我這樣喝水 你都會聽到 別人的三十多位同學聽到 所以你暫時先拆掉它 有問題的話 隨時在聊天室問 沒錯 進來的同學打個全名 我們要證明你是有上課 所以就要這樣做 好 我們要回去 先出去 好了 出去 我們看看聊天室 我們說了 剛才有一次的同學就看不到 第一次講了 第二次講了 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了大概是1995年之後 1995年之後 就在哪裡呢 在這個半島酒店 有一天就像現在這樣 當然那個時間是更加夜深 還有是在打八號風球 打八號風球 就下大雨 那一年應該是浸得很厲害的 而且那一年下大雨 特別下大雨 整個尖沙咀 在半島酒店前面 那個蘇利士巴雷道全部都浸了 另外灣仔也是 灣仔的低瓦地帶 那些水全部浸了 浸了制櫃 電制櫃 但是在這個半島酒店 發生過一件很驚人的事 就是這樣 那麼 下大雨 那些水就沖了下去那個 半島酒店 伸起那個地下停車場 那麼 跟我無關 因為我不在半島酒店 做完之後呢 我就調了去這個千水灣酒店 那裏 建築物的一個大洞 有人看著那個海灘的那個位 那到 下大雨 大概過了一天或者兩天左右 那我就收到這個半島大酒店 總部打電話下來的 一個技術管理員打給我 那就是我們 就不是報告給他打 他就負責我們這麽多酒店 因為半島酒店集團有十幾個酒店 包括了千水灣酒店 和千水灣住宅 那他打電話下來跟我說 他說阿關先生 你死了 我怎死啊 他說你死了 家屠李雀兆在打電話找你 我說打電話找我 打電話什麼事 我這麽低級 一個普通的維修經理 他說不是啊 因為呢 那晚下大雨 前一兩晚下大雨 那半島酒店 那個總經理和那些經理的決定 他把他最漂亮的十部紅色的 Burgandai Burgandai 就是那些紅酒色的 Benz 就是有隻鷹的那些 車頭有隻鷹的那些 鎖來到下面的營車場那裡 那麼跟他有什麽關係呢 我覺得我都不在現場 啊 他說你幫忙設計 你负责去监督他们安装 我说是呀 为什么水浸呢 为什么知道水浸 浸了那十部滨市呢 如果你不懂得回答 真的一颜冷汗 我在想想想 我就回答他 这样 为什么他将那十部滨市 洗到地下停车场 他说大风大雨 怕有些垃圾 或者在杂物飞到车里 全部洗到半島酒店前面 有个 是不是有个 有个噴水池 噴水池也是我监督做的 他说大风大雨就全部洗下去 全部洗下去 浸了多少 他说他很夸张 他说浸了差不多一米几 来地下 在停车场的地下浸到一米几 你想想雨露得多大 我说这样 那里有个抽水泵 在地下最低位的停车场 通常低位都有抽水泵 抽水泵有抽水 是吗 这个technical manager 有啊 有抽水 但是抽不下 抽不下 那当然抽不下 我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设计 是基于 大概那时候的设计 是二十年的大雨 二十年雨一次的大雨 是有标准在那里 他说我不管你 总之你现在 那些水泵去不下 加到你要找你 要解话 为什么 anyway 我再问一句 因为我监督 我说 地下停车场有闭路电视 那保安员 还有看车那个 甚至乎其他的经理人员 有没有看到水泵呢 我亲自监督他 装那个停车场里面的设施 灯 电制 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 逐个逐个看 亲自教的 大哥 那他们有没有看呢 各位同学 那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一问 那些当然咬好 为什么呢 因为 凡是下雨打风 你都要留意画面 以前我们做工程 一下雨之前 打风前 我们已经开始巡 那些 马路的坑渠 天面 屋顶 那些坑渠 没有塞 打完风之后 又做一次 那我问 那那帮保安员做什么呢 那晚 为什么有闭路电视 都看不到呢 有灯啊 我们 我问完之后 那些当然不敢出声 那他们没有出去巡 浸了整米 浸了几 几十mm 你都看到了 但是有灯 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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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灯路电视 看着那里 那些车 全部那些有钱人的车 没有灯路电视 看着 被人偷的 是不是 接着再说 几分钟 那东西开始收线 已经不再说了 为什么呢 我说得对 我说得对 那你有灯路电视 那些你不看 那些灯路电视 看着那里 一般的保安员 或者是工程 我不是说所有 大部分都是这样 一边下雨打风 就躲起来 不会出去的 有保护衣给你的 有雨衣给你的 通常我们都会 在合先所说 下雨前打风前 下雨后打风后 还有中间 我都会出去巡 是吧 结果呢 再第二天 我并没有收到 加到你作事打卡 给我电话 我估计呢 我过了关了 已经过了两句 过了关了 那 以后都没有再打电话 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 整班半岛酒店的保安队 那个外判 全部都炒了 换了第二班 我讲到这个道理 大哥我都做维修了 我自己都会这样做 我为什么会被他 有灯路电视 不看着那个灯路电视 水浸了 还浸了一米多 大哥 简直是骗人听闻 你明白吗 不可能的 这件事 全部躲在那里看电视 吃牛 叫做鱼蛋粉牛腩面 那些比较多 食底水 好了 这个故事教训呢 就是有两种 我觉得就是 在工程上面 当然 那后期就要检查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下这么大雨 但是这么大雨 就不是我们设计标准里面的 这一堂码 你先弄一弄音 你要声音 人家个个都听到 希望你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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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五十年一月 不是二十年一月 所以超过标准 所以泵是不能够足够的流量 将它搬走的 我们有泵 工作的就是泵 但是泵也不够它下水 但是 之后呢 那我们公司认为 这样也是不够 因为你要重新再换一个泵 可以再计算那条数目 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呢 后期呢 你看到现在在半岁酒店前面那里 最近去 一两年前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那里 在一个入口的位置 我们就加了两个U型的channel的角铁 然后呢 落大雨时就把那些叫做防水板 Waterproofing panel 就撞上去分两块 一块大概 几百mm左右 三百mm左右 两块就是大概六百mm左右 擋住那个位置 这个擋水板在地下铁都有用的 那年代 但是目的就不是防水 是减慢水势而已 减慢水势做什么 但是减慢水势就是第一 让那个泵有足够的能力 去把它抽走那些水 第一 第一 但是它要流水下去 不能流到慢点 第二就是 那些工作人员 在足够的时间 可以应付里面 可以把那些车 铁上来 拆了一块板就走 是吧 这个我觉得很有对理 不是你 就是 乱砌生猪肉 大佬有话要说 所以 第二件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一定是这样 懂得说话很重要 是吧 你看到今晚所说的笔记 也有说 你作为一个 保管工程人 你懂得说话 你不懂得说话 你怎么做生意 或者怎么去 解构的问题 不是叫你狡辩 而是你要说合理 有理由 对方信服 对方也是技术管理 不是普通人 我只是说两句 第一 标准不是预计 那么大预计 第二 也不是 那些人 没看闭路电视 整个闭路电视 给你都不看 那一年 不仅是说 你半岛走 整条政策把你塞了 跟着 所有的 在地牢下面的制裁 全部都在浸 那些要更换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 这个就讲了 故事和打风有关 OK 好 那跟着再看一条电视 我有几个要讲一讲 那条电视 如果你看到 第二次 我要讲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是很特别 为什么特别呢 就是第一 我们这个课程 是差不多十五年前 到二十年开始 可以 我记得 正常之中 我们是全香港 第一间学校 讲这个保安工程 可能是第一间 可能 可能是第一间 在这个保安工業协会 注册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年 每年都讲四五班 很多学生上 最高纪录的时候 四十五个学生 一起上 上到没有位 他要打电话 去找个位置 那时候是实体上 之后呢 我又交了给一位何老师 何老师也是做一些电视 和保安 讲得很好 后期我交了一段时间给他 又搞得非常之好 后期何老师退休 到我了 我再近三几年 再教了 那么 很多谢大家 很多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课程 是比较生动有趣 还有很多实际的例子 还有很多故事 最重要是讲故事 你讲这么多理论 别人听不明白 你讲什么理论 好 还有今次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将我们 以往学校 最专有的一些 课程的笔记 和这个 资力架构 资力架构 他的核心能力 合在一起 我觉得挺好的 最近我都在一年前 看过他们的东西 我以前说过 如果你有上过课程 就知道了 以前那班 我们上过课程 无毒有偶 和他的核心 课程里面 夹得一模一样 起码设计的部分 几乎一模一样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相同 我们只是没有了 那个保安证 那个内容的讲解 那个很简单 其实 我都拿过一张保安证 大概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教这个课程的时候 都拿过一张保安证 蓝色 拿了五年 第二次 我就没有再拿 我出了去做事 出了去国外做事 所以才把课程交给韩老师 第二就是 所以我们将这个 核心能力的部分 和这个 我们以往课程的 特有专有的优点 将它混合了 所以今晚你看到 我们这个课程 是有两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 就是说设计的部分 我们最强是设计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公司 所教的课程 多数是给一些 助理工程师 或者工程师以上的 所以设计方面 我们比较强 第二部分就是安装 安装我也做过 或者监督过他们做 所以我们将这个课程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听 还有我们有很多故事 好了 我们讲这个 我们开始讲 今天要讲完 可以吗 有问题 在联听室打出来就可以了 我会看到的 我会在适当上回答你 否则大家留心听听 你可以休息一下 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讲课程 课程是这样的 以往我们的课程 就是七课 七课就是在最后的课程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课程 因为我们将这个课程 结合了之后 所以我们就会加多一课 所谓八课 我们现在 我预计这八课可以监督到 监督不到 我们都会尽快讲完给你听 而且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 极为罕诱 我没有上过别人的保安课程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课程所讲的 是多过别人的保安系统 比如举例 只是我自己过去的感觉 不一定对 就是 就算资力架构核心竞争 核心能力里面所讲的 都不及我们所讲的 我们原校所讲的课程 是学很多的 比如有微波炉 有超声波 这些 有操音系统 但这里只是讲了部分 但我都会加一些 我们学校里面有的东西 给你看看 OK 大概这样的课程就是 在最后的课程 一般来说就是 最后的课程你一定要上 还有你这几课做得上课 你留心听我说就可以了 还有在第七课程 我会和你做一个简单的 复杂一下 知道考试的范围大概是什么 试题不是我出的 是学校出的 任具抽 大概有三十条左右 我计算一下 那你留心听我说 就包括你不会有问题 还有第七课更加要上 因为我和你复杂的 考试范围 所以你明白就一定出现了 OK 那你一留心听我说 你不需要担心 你都当为一个CPD 你这个持续进修 这个课程适合一些 是保安员 保安主任 保安经历 以及一些保安工程人员 OK 好 可以开始了 测试大概就是 在最后课程 我们会用电邮 或者WhatsApp 传给你 那张卷是电子版 你下载它 印出来也可以 或者你在手机 或者电脑回答 因为它是一个电子版 像Google Document 那样 就是每个学生 那张卷的次序都不同 那你购买或者点 写你的名字 以及你的电话号码 就可以了 OK 一般来说 你要60%或以上才合格 那六三十八 就是你十八条以上 答对 才合格 不然你要重考 我们给另一张卷 你考 可以吗 但是 很少机会重考 因为我说话太浅 整个课程也很浅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吗 好 那我们开始讲今晚的题目 那我现在去到你的笔记 大家已经有一份笔记 那我先开一份笔记 那我先开一份笔记 好像在这里 没错 我开了之后 我会放在画面里 那你要给点时间 我把它放在画面里 因为呢 这个Zoom 这个好处 就是当年不用上课 你可以坐在家 悠悠闲闲 喝一碗汤去搭 或者看 但是就是 你可以舒适一点 不用说 要在课系里坐两个钟 很闷 那我现在把它放出来 分享给你看看 大家看看 在这里 好 你有这份笔记 如果你没有的话 麻烦你通知学校 看看你有没有这份笔记 那 那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看 因为呢 有时候 那条巴 上面这条巴 会挡住了 看到吗 这个巴 那当然我可以拿走 那条巴 不过呢 我就尽量不要拿走 那条巴 有时候我用一支笔 那这个课程叫做 是保安工程 那 为什么我对保安工程 那么有兴趣呢 就是我说过以前 我公务局做的 全部都是关于 不是关于保安政治 但是我所做的全部都是一些 比较重要的建筑物 那内容就不说了 譬如像 普通的都会涉及到一些 税局啊 或者是一些 政府的植物室啊 之类的 一些比较敏感一点的地方 那 有机会再跟你再说 那我们今晚要说的 有 两个单元里面的 就是保安系统设计 你这个课程呢 以前我们只是说设计 那现在我们将设计和安装的部分呢 就分成两个单元 那这个是第一个单元 那 第一个单元呢 我们会说四堂 关于设计的部分 第二个单元的安装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实体的东西呢 我们在第二部分 就是大概第五至第八堂 包括了维修 我说了 但我这个课程就多了 还有就是 不仅是安装的问题 我们都会讲一下 一些关于检查 维修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因为我们做保安员的工程人员 有时候会做简单的设计 会做一些安装 甚至我们会被人叫他做一些 简单的安装和维修检查 每年做一个维修 每年做维修 近级维修之类 所以我们会加多了 比一个核心过程的两个单元 是多了一个检查及维修的理论 但是就加强了 我们以前少说的 关于地盘的文化 地盘的进度之类之类的东西 好 大概就这样了 我们不如开始一下好吗 开始前呢 我们试试拿走这条巴 这条巴挡住了 大家看到画面吗 有没有人看不到画面吗 请出声 替代是没有 好 我们开始了 这个叫做 module 1 module 1是 保安系统基本设计 我将它叫做 security engineering design 是一个工程的设计 保安工程的设计 那这个单元1 在第1至4堂 我们尽量要探索 就是这10点左右 第一个就是说 相关法例及工作许可证的要求 因为你要拿D牌 你们上这个课程 其实你只想拿D牌 我说过以前我拿D牌 你上过这个课程 加上你有工作经验 你做的事 和工程有关 或者是你做过电力A牌的同学 朋友 其实你上过这个课程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拿回这个 保安丁牌 或者D牌 对不对 如果保安员的话 如果能证明 他有做过一些 和保安工程有关的事 那你也可以试试申请 保安员 保安主任 保安经理 就算保安主任 保安经理 他不是做下手下脚的那些 其实他上过这个课程 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到那个保安工程人员 来工作的时候 那你都知道是什么情况发生 你怎么去处理 好 那第一个就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说实体保安的原则 实体保安呢 是有几个看法 一会儿我再讲 另外一个看法 但基本上他讲一些 是安装的东西 保安系统的作用 保安标准 保安标准 一些守质 概念 第三就是了解客户的保安需求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做保安工程人员的话 要了解用家或者客户 是吧 如果你做销售的或者保安公司的话 那你了解客户要求 是吧 最近我都搬了房子之后 就有个做保安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找到他 他在网上 他就来我做 他就说我和你安装保安系统 谁知道我又很了解保安系统 因为我都安装过几个 我自己家里也安装过几个 以前的地方 他就和他谈了 谈了一段时间 他就和我做了一个最简单 最便宜 我说最简单最便宜 我们做工程人员很简单 就是说 越简单越好 不要那么复杂 我们有很多例子 看得到 越是复杂的保安系统 越麻烦 这个和他做了 就是装了个 窗 门窗磁制 门磁制 枪磁制 门窗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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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用就是说 他可以录影 或者那个贼 他看到闭路电视 知道他在录影中 他就不会卖 是一个左刻的作用 如果他真的继续进去的话 他又不知道闭路电视在那里的话 起码闭路电视会有纪录 但是捉他的时候 谁进去多高多大多长多瘦 他都可以感应到 那我以前在这个新的家里 都安装过一堆 不是我 那个业主买的时候 安装过很多闭路电视的 他安装的时候都挺贵的 我想他安装的时候 至少最少八支闭路电视 起码是一个左下作用 但是现在都不行了 那些闭路电视 为什么老化 接着看看这个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安的第一步 当然了解客户需求 第二个就是保安风险评估 你决定安装什么保安系统 那是你的评估的问题 第五呢 我们讲一下 一些入侵警报系统的基本结构 及形容 我们 要讲多一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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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这个入侵警报系统 那些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就是 access card 之类 或者你那些 防导系统 防止入侵的系统 以及视频录影 刚才说的闭路电视 CCTV 出入口款也是 那些出入卡 满市卡 还有呢 我们会讲一下一些 基本的保安系统的设计 或者一些相关的知识及技能 还有最后呢 你有一个练习可以做一下 那我会跟你高呼一下 但是这个练习是不计分的 只是跟你谈一下怎么做的 对不对 那我们单元一 我们用四堂 就把这些东西 那我会将速度 调快调慢 所以你见到 有时候我讲话很快 就是我要追快点 是吧 那当我 不是那么多东西 可以放慢点 还有呢 我们要放一些视频 和一些另外 附加的笔记 给你看到 那你会 令到你更加精彩的课程 好吗 我们开始讲一下 那我们再看下 我们再看下 第二页 把这个币走 放大一点 这个也不好 那首先你讲一下 那个 他上面所讲的 第一个 是这个 相关法例及工作许可的 正义要求 那 刚才我大概讲了 那 基本上呢 就是 你要申请这个 工作许可证呢 那 其实在网上 有这个 有什么要求 告诉你 那我当时的申请 就是我有 五年工作经验或以上 工程的工作经验 还有你要有 上过一些 保安工程的训练课程 好像这个课程 我们现在这个课程 其他就没有什么要求 有A牌更加好 A牌已经代表了 你做电力工程 是有五年的工作经验以上 那 你 训练过去 那 正式来讲 只要他没有怀疑 对于你的工作经验 还有你上过这个 训练课程的证书 的副本 那 就OK的了 OK 好吗 那我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 好像有的 你等我一会儿 我先找出来 不是 立刻找到 等我一会儿 我试一下 在这个位置 找一找给你看 那刚才我看到有 我将它呢 试一下 找出来给你 等你可以 参考一下 那你给点时间 我稳稳先 稳稳的时候呢 你发觉我会将那些东西 就是会 我给你 这个写真看的 那我把这些东西看得到 我再看一看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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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那 我现在要找给你 就好像在那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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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 我都不放就行了 基本上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好像有 这个刚才找过出来 我记得在哪里了 我记得在哪里了 对不起 不用急 我们慢慢开始 拿走 在哪里呢 在这里 原来 其实你的笔记也有 不过我将它变成一个PDF 你未必看得到 好 在这里 好 不是 不是 这个可以 我给你看看 各位同学我再放给你看看 这个画面 资力架构 这个架构 就是说了 保安工程 设计和安装有什么要求 我们将它参考了 但它里面有一条链 很有用 可以找一条链给你看看 它有提到 它有提到 申请保安工程 那个 钉牌的要求 我先看看 有没有 可以下载这份 看看 我现在想找到 那些东西 那些链在哪里呢 让我先录一录 有一份 已经找到出来 不过这个就再找一次 好像在这里 这都不是 帮我工作 帮我工作的类别 保安人员许可证的申请程序 大家看到吗 看到画面吗 那我试试点到这条链 看看它有没有说 好 这个是这样 大家是不是看到画面 怎样申请保安人员许可证 有没有人看不到的 你在这条链上去告诉我 或者你认识 行吗 好 进来同学 多谢你 好了 有说到 你可以上回这个 保安局的网页 有说到这个 是SC SIA 保安及护衛业 管理委員会 根据第460章 申请保安人员许可证 你记得包括了你丁牌那些 保安工作及保安装置 保安工作就是保安员那些 今天我去街市 看到一个保安员 年纪比较大 但是他是做保安的 各位同学 近代来说 做保安业是非常之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 保安员是受重视 对不对 以前好像不太受重视 现在就不是 自从发生了9亿之后 保安员是他的工作 质素质素 或者他的工资 大量增加 好像 现在 你回到8个小时 或者12个小时 可能工资到1,000多元 1,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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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外人士 说防止偵察罪行的发生 这个都是保安员的 或者是保安的工作 安装、保养及修理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 我们加上 除了安装之外 有检查、保养及修理的一些知识 在里面 为个别厕所及地方设计 互有保安装系统 那我以前的工作 主要就是做这个部分 多一些 就是要装什么系统 之类 原因就是出在于 当我在英国做的时候 我有个案子给你看 就是我遇到一个这样的困难 结果被我解决了 那么多复杂 这个 我有机会再说一下 所以看下来 看看下面的部分 删除了这 有问题 好啊 看不见你 好啊 我不要紧张 你打这个名字出来 好啊 hold住了 好啊 对了 你看不到你画声 我看 因为呢 我这个zoom 未必追到你那个 他未必追到我们这个 大家看看这个 所以你看不到他出声 这个就是那个 保安会业的东西 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链接 申请保安人员去可证 这个 那你上网会找到的 这个去到保安局 那这里就会说到 那个保安工作 及保安装置的定义 我刚才说了 那其中呢 你做这个保安工程 丁牌这个 其实你有机会做设计 或者有机会 是去反映你的保安的知识 是应该做的 就是不只是做 安装 维修 设计保养 你也都需要 在适当的地方的时候呢 你是要 为个别厕所 及地方设计 以及反映一些 保安上的一些 意见 那意思 那以前我记得 有个 不知道什么 周刊 保安月刊 都找过我 不过我没有空 我一个大公司 做着都不懂 出来做其他事情 是不是 保安装置 也是包含了 这些事情 所谓是 罪行的发生 和一些有关入侵者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保安工作 就不包含一些 所谓的恐怖襲击 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 大家也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保安装里面有分隔着丙丁 那你就丁了 丁就是负责 安装保养及修理 装置或个别厕所 作为设计系统 安装系统 之类 那它有个费用的 那这是填章表 填章表就是好像 各位同学 你如果 如果 你是没有这个 保安丁牌 那理论上 你应该做一些 是保安工程的工作 是不是 所以 你为什么要登记注册 那也有其他原因 为什么要登记注册 开锁的就明白了 开锁的就跟你再说 所以你要上这个课程 申请程序大概就是 你填章表 跟着交回到那里 那你要交回你的一些训练课程 如果你是更改许可证的 可以吗 有问题吗 可以吗 好 好 谢谢你 你要告诉我 那你要向这个 保安匯卫业 管理委员会 申请 那一张方帖 那你照做 那他的训练申请的目录 或者其他东西 大家可以找到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有五年的工程的工作经验 你要证明 你可能用本主证明给你 你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等于你A牌一样 你 有些可以考试 有些可以用工作经验证明 你考试也要用五年的工作经验证明 所以你要公司的社工信给你 加上你这个训练课程的证书 合格证书 那你就可以申请了 那费用好像不知道 四百多元 现在可能多了 好吗 这个大概就补充回 是那部分 那其实还有一个视频 那我不想讲视频了 有机会我们才做一个视频 现在我们回去 你那个筆记先 回到你的筆记 大家看看你的筆记 看看 筆记 好 在这里 好了 我们继续放回画面给你看看 记得 如果你看到画面 就告诉我 因为我看不到你的 你看到我 但我看不到你 好 好 我们回到这个部分 大家看看 我们回到这个部分 第一部分 初初部分 说了这个 你记得上网去看看 如果你想知道那条链 其实你在这个保安会议协会 找回那条链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 你找回那些学校 那些学校也试试找回那条链 好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部分 放到大 好 不要紧 那他提到有些 叫做 课程大纲及职能的范畴 大概这样 放不大 好了 可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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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有提到什么 入门衰之 小到我都看不到 你要了解 相关的法律 和工作许可证的要求 刚才我说了 工作许可证的要求 就是你做绑工程的人员 其实应该是要留个丁牌 有很多人是没有拿牌 据我所知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最好有个有牌的看着你先 暂时 直到你上完课程 申请回到 那个证件为止 实体保安的原理 和国际标准 保安系统的作用 那我们都 讲讲什么实体保安 在我来说 其实保安系统 是有 两种 但是或者是三类 第一类就是 你想不到的 保安员 保安员 其实就是一个保安系统之一 不要看轻 没有了保安员 你有实体系统 或者 那些电子化系统 都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你没有人反应 所以第一个 要有保安员 第二个就是实体 实体呢 我叫硬体 在我来说是硬体 什么硬体呢 我跟你说 它的实体 可能跟我们说的 有点分别 但是我想告诉你 保安系统分了 保安员 硬体保护 硬体保护 硬体保护就是 那些栏杆 铁栏 这些 铁棍 门 枪 这些我们叫硬体 电力 电力 你看不到 那些是什么 门卡 但那些是属于电子化的 在我们来说 我们叫做软体保护 但是它这个硬体 实体保护 其实包含做 是这两类的了 它的实体的意思是这样 我估计的意思 好 那国际标准 有几个标准的 首先 你知道 就是在香港的建筑署 也都有 基电署也有 关于保安系统的测试 尤其建筑署有一个 那我们有机会 展示给你看看 建筑署的那个 基电署也有些 关于保安系统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公职资料之类 好 这大概有 那另外 我们知道的就是 刚才所说的 这个是你相关的 基本知识 那另外你要知道就是 客户的要求是怎样 那我跟那个保安公司的说 我不想装这么多的 装得最便宜的 最便宜是最有效 我说过 做工程的人 最好是这样 越简单越实用最好 太复杂了 回去总买 好了 了解客户的要求 他了解我了 处所进行基本的保安公司 他都会和我在现场看一次的 他不是看风水的 但是你去到对方的地方 你也要检查一次 他的外围 和他里面 看风水都这么长 其实你要看看 你家里的风水的外围 有没有山 有没有水 有没有 墳墙 或者医院 或者垃圾站 然后里面 有些什么 里面有些什么 风险大的地方 不如夹慢 这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呢 我拆了他 就看下个slide 很轻松 你不用担心 拆了这个 清除所有绘图 清除官 好 拆了一图 接着就滑下一点 第二个就是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 我再戴上眼镜 真的太小了 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 用这个来看 不要紧 系统设计 包括了一些所谓的 入侵警报系统 intruder 英文叫intruder intruder就是非法进入那些 视频录影系统就是那些 闭路电视 并且有一个录影机 这些录影机的发挥很好做 上次有些 工人 或者是一些服务员 就是虐待那些 孤儿 这个很惨 孤儿 无父母 还不让你虐待 他又小 这些 说不出口 视频录影 好有录影 看得到 也有一个善心人士 包括了一个 好像外籍的容工 报警 大家其实 作为一个市民 不论你用什么 信什么也好 或者你 怎样也好 那其实 你见到别人需要帮忙 其实你可以在范围之下 这个帮忙 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 让他虐待 那就不好 出口管制 就是那些 assess card之类的东西 围住了自己的基本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 我们要做的动作 对吗 好 看看下个先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 为客户场地保安系统 设计 就是基本需具备的知识 嗯 我们说了 刚才 你最重要要知道 就是客户要什么 他要很复杂 很高贵的东西 还是很简单的东西 第二就是 你的系统要可靠 还有要防盗 是防盗 不是防止恐袭 防止恐袭 不是我们做的 虽然我也做过 我们在英国做的时候 我们有些政府建筑物 要防止那些 爱尔兰共和军 IRA 那些年代 是一九八几年 一年代 八零年至九零年代 爱尔兰共和军 是很多时候 会放些炸弹 找些大火车 撞进去 警署 或者撞进去 政府建筑物 那些是恐袭的 比如有些 军营里面的一些 保安集口 有些人都做过 我也是有些 叫做寮望台 或者是监守台 有个机关窗户 在那里 直接把机关窗户 转出去 就这样 不断乱使用 那些我们也做过 比较复杂的 政府建筑物 之类 那 每一样都是 都走不出成本的问题 所以我跟保安公司说 我不需要很复杂 因为保安系统 可以做得很复杂 你浪费几万元有钱的 可以做到很复杂的 姓李那些或者姓郭那些 可以做到很复杂的 还有作为保安功能运作可靠 就是可靠 不会那么容易失去或者跪下 预防性 都是我们的保安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 安防 安防就是差不多保安的东西 你预防就先不要让它进来 安防进来之后 我们如何将它偵察到 甚至将它锁住或者制服之类之类之类 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保安服务商工法 就有这个7-4-6-0 我刚才说的 7-4-6-0 保安及务卫业服务条例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那和职安健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做什么都好都要安全 因为你做的保安系统有带电 虽然有时候会用低压系统 或者特低压系统 低压或者特低压是指 1,000V以下低压 低压 你不要以为低压是380V 低压在电力工程处 或者电力系统里面 电力行业里面 是指小过1,000V 就指低压 你大过1,000V就是高压 而特低压呢 最近这个定义好像将它降到50V 50V 以前我们的特低压是110V 现在已经降低了 不理会了 总之就是低过接近50V 或者50V以下 比如50V、48V、24V、15V之类 这些都是特低压 这些都是有危险性的 低压是1,000V以下 特低压呢 那些危险性就比较少些 老实说 50V你不觉得它的电压 电流在哪里 如何是50V 以前我们用的固网电话 现在也可能是 因为我们很喜欢固网电话 我都不用手机 以前的固网电话是50V 有个阻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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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觉得 就算是漏电也好 你不会觉得 以前我很小时 十多岁 跟我过学 我已经开始拆电话来玩 了解到没有电 没有电 另外个人私隐的条例 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 保安工程是要留意的地方 因为你跟客人做事的时候 你知道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住 很多私隐的东西 尽量要保护对方 所以我告诉你 各位同学 这个也是你其中的原因 为什么你要注册 因为你知道对方的资料 你知道对方的保安系统 当然我不相信你会回头 进去 你不会这么傻 免得变成身家人敲门找你 但是你也会知道 譬如你跟某个名人 这个明星 姓张的 或者姓梁的 那些大明星 做过保安系统 人家会很担心你 你知道他在哪里 知道他有什么保安系统 所以 这个其中的原因 你要注册 我觉得就是这样 除了要把你规范了 基本标准之外 也都将你记录在外 开锁也是 你记得开锁 其实全部都在警察局里有注册 有个名字留在这里 为什么他开锁开得很快 我会有机会和你慢慢说 可以吗 这个大概是这样 好 拆了它 大概在8点半 先休息一下 说得快一点 我认为这几个条例 接着我们再说 就是了解 下一章 下一章 了解维持长地安全保护系统 和相关责任 这个地方安装的时候 大部分 是会带电的 我猜 除非有些物体是无线的 无线 现在安装的无线 就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大的危险性 但是一般用的 好像酒店、办公室、大银行、金库等 那些 你就会用一个AC电源 那些就会有带电 跟电力安全很有关系 所以有A牌的同学 朋友 你其实拿回丁牌 很有作数 第三方的责任 第三保 第三者的责任 硬体保护 刚才说了 硬体保护 硬体保护 和我所说的差不多 硬体保护还要成 那它的实体保护就包括了硬体和原体 硬体就是自己的 铁栏、铁杆、门窗、建筑物、石头、硬体 硬体在我来说 就是电子化、红外线、微波炉 微波、超声波 那这个课程里面就没有这类的 我们就有这个微波和超声波 也说了 好 你也说了 那你要知道 就是保护的重要性 以及建筑物的功能 就是建筑物的位置和价值 建筑物的功能很明显 就是你听过三只小猪的故事 如果你用过石市屋、木屋和杜草屋 很明显这个硬体建筑物 这个石市就比较好 但是你要了解建筑物里面做什么 就是金库 或者是一些银行 功能 或者是一个酒店 位置呢 位置是否在一些风险大的地方呢 比如好像举个例子 如有雷同实实巧合 比如好像在 我们不要说香港 那会得罪人 在纽约 纽约这些地方呢 就最爱的特别多 是吧 那这些地方 这个位置 是不是在一些 比较 窮和僻洋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最爱的高的地方 价值 它里面有什么价值 那我见过网上 就像流传过一个 影片也好 或者是一个 Google也好 那就是 有人呢 有一只手标 是价值三百万 为什么呢 整只手标是金的 第二就是 伤了很多钻石 或者某人呢 他那个厕所 里面的三件头 全部都是金做的 价值的问题 使用物料形式的方法 那你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形式 应该就指它有线 和无线那类呢 我猜是吧 方法 有什么方法 来到去偵察 之类的东西 具体的东西 实体 是保安是用 评估的审查技巧 要知道保安风险评估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保安风险评估 那这里我们有两个 风险评估表 等一下我们看看 还有几分钟 讲多一点点 那要解维持保安场地 的相关照顾责任 你说了 继续拿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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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要知道 就是 这一点 部署适当的保安系统 你用什么系统 其实很影响 可靠性 和保安的程度 你要了解各种不同的保安系统 就不只是限制了出入 或者是那个 偵察 之类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 具体良好人制关系 这个很明显 因为你要推广或者工作 也是 要有口才 有知识 你要说服对方 用知识 逻辑 当然 有些人 你未必能够用知识 逻辑 可以说服到他 可能靠感觉也不定 这个例子 好 那 说多一点 客户场地设计 及建议保安系统 能够做什么 做好 就是说 你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还有 要知道 客户的实体保安的政策 那不只是说人 不只是说家企 有些公司 他们的保安系统 要求比较高 银行那些 是不是 或者一些军事设施 警署 这些地方 政府捐足 他的保安要求 会高很多 以前我们英国有分三类 有1级 2级 3级 你看到美国的影片很多 有1级 2级 3级 4级 第几级 还有要留意保安风险评估 结果 还有要有初步的评估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保安员 有什么风险评估 还有实体保护 及电子系统 实体 实际上我所说 硬体的保护 还有电子系统 还有电子系统 可以吗 好 好 好 我这里停一停 我想讲讲故事 很快讲一讲 就是以前 我在鲜星湾酒店做的时候 现在没有了 在鲜星湾停车场上 有一个大钟 这个钟 现在不见了 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大钟 大钟差不多一吨重 一吨重 它是一个古钟 但它又不是很估计 于是我们老板就拿去搜寿 给评估 然后老板就跟我说 阿关你这个钟 有历史价值 你做什么保安系统 其实这个钟本身 已经有一个加力胶的胶 盖住它 第一 第二 基本上它这么重 你普通人 一人 一人 起码都六个人 或者铲泥车 铲泥车 铲泥车 不能进去电梯的电梯 就是程车场的电梯 我跟阿sir 不用做 他不做不行 老总办要 你更加要做 他是副总 老总办 他说你要做这个有价值 结果他拿去搜寿 一看 其实那个字是一个民国 年代的一个钟 一百年历史 而且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了 那我说你要做 我也要做 于是我就约了 习宝 我随时找这个 习宝来看 他的意见和我一样 哪有人偷你的钟 哪有十吨几两吨重 谁会拿呢 他说不要紧 我照做 结果我们就 另外我们就放了一个 好像磁力制之类 或者一些震动器 或者一个叫proximity的解决器 就是近距离器 你一动它 有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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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那里想 另外再装多支闭路电视 很足够 这个钟是不值钱的 钟是震动电视 看到有没有人去搞它 打破它 或者是 你移动这个壳 这个解决器 就感应到 行不行 好 我先来休息一下 我答应了你八点半休息一下 洗手间 大概在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回来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休息一下 我继续讲下去 好 大家在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回来这里 我就会在联天室写下 大家休息一下 回来这里 8点四十分 回来这里 8点四十分 大家休息一下 先把我的样子收起来 好 在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回来 休息一下 8402M 好吗 好 我放一首歌给你听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好 好 你 好 好 你 好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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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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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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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